琪琪老师,我们在去做牛仔摆档的时候,就总是感觉我们的摆档非常的僵硬,然后身体幅度不够大,这是为什么呢? 摆档太僵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和胯在一条线上面去做,一条线,所以说就感觉很僵硬,对不对? 好,如果说我们把身体和我们的胯区分开,身体摆向左边,胯摆向右边,你看,不在一条线上面,这个时候它就会有摆档了,对不对? 第二点是什么?幅度不够大,对,幅度不大,那是为什么?是因为我们的重心踩完之后,我们要移动过去的时候,脚踩下去的时候,我们身体就要摆向我们的另外一边了,记住,一定是一踩就走,这个时候就慢慢就会有幅度了,对了,轻轻轻轻的,加一点小感觉,1,2,3,4,5,6,7,8,之后我们要移动过去的时候,脚踩下去的时候,我们身体就要摆向我们的另外一边了,记住, 一定是一踩就走,这个时候,哎,就慢慢就会有幅度了,对了,轻轻轻轻的,加一点小感觉,打1,2,3,4,5,6,7,8,